鬼滅之刃中,面对实力强大,身体能力远超人类极限的恶鬼,人类不得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之对抗。 在千年的对战过程中,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天不足够的阶势,而到了看智狼这一切堪称人才涌现,直逼其国元一创造的时代。 但是和三个月城住的无异狼和徒手后的一夜恶鬼的严重不同,我们的普刚毅勇最初是很弱的,甚至他的最终选拔,也是因为同伴的强大而躺赢的。 这也是义勇无法释放,一直羞羽与其他住鬼舞的缘由。 不过,就是这么一个躺赢的渣渣,最后却成为了历代最强的水柱,她到底是因何做到的。 富刚义勇和枪图作为玲瓏老师的弟子,一起参加了鬼杀队的最终选拔。 不过相比于枪图的惊人表现,富刚义勇还没开始,就被恶鬼惊晕了,最后被枪图救下,然后就这么躺着过完了七天。 因为枪图独自一人,几乎全灭场内的恶鬼,富刚义勇在安全的环境中躺过七天。 富刚义勇通过考核,而枪图因为力竭战死,这样的结果让义勇一直生活在痛苦和自责之中,直到看智朗的出现。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考核都是唐瓶的人,最后却成为了最强水柱。 义勇将水之呼吸运用到了极致,甚至根据自己的领图,创造了巨石一世纸。 只即是风平浪静的海面,没有波浪,宽如镜面一般的海洋,进入义勇见得的所有树都会消失,并为虚无。 堪称鬼灭之中的绝对防御,最后在大战中更是开启了斑纹,一直活到了最后。 选拔躺赢的傅刚义勇,为何可以成为最强水柱? 义勇先生肯定觉得自己死掉了更好吧? 我通界的明白,看得比自己性命更重的人,比自己先死去,而且还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死。 这种痛简直就是痛心弯苦。 因为多次失去重要的人,对义勇刺激太大。 1.姐姐傅刚鸟子。 义勇的身世和众多的鬼杀队成员,没有太多的区别,也是因为家人的惨死,而走上了鬼杀队的道路。 你绝对不要死,姐姐赌上性命维系住的生命,和被托付的未来,你也要传递下去。 姐姐鸟子让内向的义勇,一直活在痛苦中,不断地厌恶自己。 2.重要同伴枪骨。 那年的选拔只有枪骨已然死亡,他将那座山中的鬼,几乎全部打倒了。 除了枪骨以外的所有人,都通过了选拔。 而在选拔中,自己最好的挚勇,再一次为保护自己而死亡,让义勇的心特地陷入了封闭。 也正是因为这两位重要之人的离去,让义勇认识到了自己的弱小。 也正是因为重要之人离去的痛苦,让他在最后对战争突破极限,成为了最强的水柱。 富刚义勇天赋本就非凡,他的剑道天赋更是卓越。 虽然在选拔中,义勇是躺赢的,不过义勇的天赋还是非常不错的,不然也不过成为云龙老师的弟子。 如今水柱缺席,必须有人尽快成为水柱。 我不是水柱。义勇老师强调自己不是水柱,但是其他柱都是很认可他的实力,文人就不好说了。 自身的天赋,再加上前代水柱林勇的指导,义勇最后的成就也就有了保障。 可以说,林龙才是整个故事中最大的关键,他培养出了义勇和贪之狼这样的顶天强者。 他的一张仪式的传授,为义勇不断进步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。 我果然不能将水之呼吸运入自如,我的体质并不适合用水之呼吸。 和贪之狼婆气和水之呼吸不同,不当义勇可以说和水之呼吸及其气和。 义勇的体质和性格都如同水一般清澈冷冽,又惠莫如深。 最后义勇能够创造出第十一世,也进一步说明了他走水之呼吸的正确。 义勇能够成为最强水柱,很大一部分缘由,也是因为他和呼吸法的共鸣。 富刚和村田为同一届躺赢的选手,但是却成为天差地别的人物。 不能说村田不努力,而是因为富刚太过拼命。 在失去了一次又一次重要之人后,富刚的心中除了变强和杀鬼,什么都没有。 他能成最初的一般,成为最后的顶元强者,其中的心酸和疯狂,只有他自己知道。 而在他看来,如果不这么做,更是对于姐姐和枪图的亵渎。 可以说义勇能够成为最强水柱,毫无疑问他的努力也是历代水柱中最恐怖的。 最后看至郎邦富刚义勇解开其心结。 如果义勇一直生活在自己的毁分当中,而不得出的话,那么他的极限也就是如此罢了。 义勇先生,不把枪图破付给你的东西传击下去吗? 但是,当看之郎解开了他内心的欲解,放下了心中的执念后,他再一次做到了突破。 他而后的战斗有了异合目的,也在这一刻他成为了真正的水柱。 在大决战之中,对战上弦三一波作时,义勇开启水柱方文,对战无惨,利用碰撞开启了河刀。 还可以战斗。 可以说,在最后的决战中,义勇一次次突破了极限,真真正正地超越了历代所有水柱,毫无疑问成为最强。 义勇正是在这样的大战中,守护自己的本心才能不断突破。 如果没有上弦三和五彩,义勇在历代水柱当中不过是很强霸了,而不能真正地超越历代水柱。 所以我们不能忘记,自己的剑围水耳灰,会保护水耳存在,有支撑的东西,柱才是柱。 沈巴唐银的富冠义勇,能够一步步成长为历代最强水柱。 除了他自身的特别之外,所付出的艰辛才是真正的关键。 两位重要之人的离婿,成为了他不断前行的动力加上炭治郎的开导,才让他成为了有东西之中的柱。 从我不是水柱,倒不能犹如始祖之名。 富冠义勇的故事还是很有意思的。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我是阿伟,如果喜欢我的影片,记得帮我点赞订阅我,爱你们。